准总统赖清德即将就职 牵动着台海局势的变化 美方也高度关注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说 美国对中方言明 520就职典礼前后 都不应该增加局势的紧张 及破坏和平稳定 他还肯定赖清德选后的言论相当负责任 表明台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 这一番话对于赖清德来说 是期许也是压力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 45周年准总统赖清德 接见美国访兵时 一再强调 未来会延续总统蔡英文的两岸路线 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一番话也是让美方心安 因为赖清德 即将就职牵动台海局势变化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 康达在国会上说 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北京 不应该在520就职前 伺机增加情势紧张 及破坏和平稳定 他还说赖清德选后的言论 相当负责任 表明美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 共同承诺 那美方的呼吁 那么表达了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也肯定了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负责任的两岸方面的主张 面对美中的对抗 蔡总统克制的态度 获得美方信赖 如今美方也对赖清德持正面态度 华府的潜台词 同时也是要密切观察 赖清德的一言一行 而卷副总统萧美琴 则是扮演助攻角色 争取台湾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 跟民主盟友站在同一阵线 强化台美交流 滥销上任之后 要持续累积双方互信基础 记者稍微上升台北报道